有人大闹捷运站吓得乘客马上报警 你喘一下也不要那么激动 我们从头到尾都没有说你错 良明远警好言相劝不断安抚 但这男子似乎越讲越激动 别人走别说毫不愿终于要走出捷运的刷票闸 你是喝很多你啦 喝酒就可以这样是不是 不要跟他拼 回头大喊要跟对方拼了 警方差点拉不住他 立刻把人保护管束 只是明明给通知江叔把男子带回家好好休息 却隔不到15分钟 手上拿着一大罐汽油企图泼进派出所纵火 就差一点点及时被试破 男子当时先在车厢里面咆哮 因此被警方带回派出所 嫌疑的妈妈到派出所把人接回去之后呢 没想到男子心怀不满 还带着打火机到派出所前 一连串的脱续行为 涉犯妨害公务 公共危险罪 还有酒驾违规 战性男子 三杯黄糖下度 先无故对路人大声谩骂 还说要找人火拼 甚至就连警察局都想放火烧了 火气这么大 就算他酒醒后想要找借口 恐怕都没办法 TVBS新闻赛美学院 差不多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